那些在software里面都是都看过的 那可能会被hijacked 这个用cookie的这个CSRF 那这个 或者是当hacker 可以有root access 那所以 一定要validate 那这是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spoof的form spoof form就是 上面是一个 上面是一个 这个原来的form是长的 这个样子 下面是一个同样的 它能够送出一样的request 我们看看 就我同样另外写一个form 那上面这个form是一个post 那action是到server端 就用process.php 那这是一个select 三个颜色选一个 三个颜色来选 red green blue 选一个 然后一个submit 那所以 你送出去的时候 送出去的时候 是这个 body里面就是 color等于什么东西 就是这个antibody里面 color等于选项 那但如果你这边写什么呢 如果你这边写是 把这一个form 改成这个样子 上面也是一样 上面这个method imposed 这都是一样的 然后呢 这里 你不是用一个select 不是用一个hml里面select 这边用一个什么 你这边是用一个input input tap text name等于color 一个栏位 那你在这个color里面 你可以送东西进去 那你这边用送red green 不论 送什么都可以了 就在 你这边你要送去 你要使用者乖乖的 照你的 这个form来填的话呢 你就选了color等于red green blue 三个里面的一个 变数是这个 那如果另外有一个人 要破坏你的话呢 那你这里的这个name等color color里面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个程式码 等于一个什么东西 都可以就送到伺服器端 所以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任何的form 都可以 都可以这个spoof 另外写一个 我只要到 同样 同样 我知道你的url 知道你的server端的 的这个 application 的name的话 都可以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submit 同样的格式 合法的格式 可以把同样 可能安全或不安全的data 送到send page里面去 基本上这个在 在form里面就是support 好像这个 这应该是很直觉的了 没有问题 那这怎么办呢 这个 这个解决方法当然也很多了 那 那这个 你自己加上你的ruer 对 你自己加上你的ruer 然后你的ruer要check by 这个phexternal data feature 等一下我看feater 然后 你绝对不能相信这个 这个form的来筛选ruer 这个 那feater这部分 等一下我再看 所以事实上有很多的这个可能 很多的做法 那我再来看看 这个 php的 比较 比较这个 一直以来 最常用的一个 这我们上次介绍 php已经谈过了 就是很重要 我们任何 不止php asb 这些 这个gsp都一样 你 它之所以会有这种web的 web的这个技术 web server端技术 跑出来给我们用 动态 或是简单说 动态网线技术给我们用 就是说 使用者那边 送来的那个hp的request 就用户端 使用者端 送来的hp的request呢 那 我 我可以 还有其他的一些hp相关的这些 要求啊 这些 我可以怎么样 我可以 用一个变数 就能够把它的 request能够直接抓过来 或是能够 能够直接处理 所以 所以在这个4.2.0以前 它定义了很多external variable 实际上都global的variable 都有 它default是global的scope global就是所有 大家都可以access它了 那 那 那 这些叫superglobal 有时候叫superglobal 那 很简单 你用这些 最好的是 你可以 很能够 很方便的access input data 就是 input的data 上次 如果这边 你有点怀疑的话 你把php 我们上个礼拜 那些东西拿来 稍微看一下 大家就知道 那 那 所以使用者 用get传进来 的东西呢 你在 php程式里呢 我就 dollarsign underscore get dollarsign underscore post 这个等等 那 cookie也是一样 cookie是写到那边去 然后我要再用 我设定要在用的时候呢 那我就 我就这个 直接 用cookie 就可以把cookie access到 那 实际上是什么 实际上 这些都在 这个cookie都在header里面 这个是在header里面的 这些讯息 那 那有一些 甚至于还 环境变数 环境变数 等一下我们后面还会再特别的再谈一下 那有些server server的一些data 跟server的一些环境的一些 都可以access到 都可以用 用这些 所谓的super global的变数 access到 那还有一个request 等一下我们特别的来谈一下 就是 它更powerful的 它可以把这个 get post cookie 这些所有的 所有东西request 它通通一个 一个这个变数 一个super global变数 它通通可以把它给access到 所以 它为了方便programmer 它定义的这些东西 是global的access 那这些 这些global access 它会有什么问题呢 那我们再回头再看一下 这个最基本的 就是 我们想设的是get 因为get的这个 传一些data 传到 由这个 input传到 这个 从user端传到 这个server端去 传到伺服器端去 那 如果是get的话呢 后面有个变数就要负 对 然后它指 values bar 那 我常常用负bar来 来当例子 那 它是一个自算传过去的 但是传到那个 后面的php的程式 hp或者whiver 这个 这些程式的时候 我们现在就php 它会变成什么呢 这个自算会变成这个变数的名称 然后等于这个变数的value 也变成name value pair 也就是 那当然如果是在那个post的话呢 post它本身就是name value pair 但是 传递的时候是自串 但是它里面含义也是name value pair 就是名称跟 跟这个值的这个配合 那 那 那其实这个 我们并没有办法 来决定这个input source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那有一些 譬如说cookie 它就可以 override这个get的value 就有很多 很多的这个 不同的source 它可以来做 在这个 在系统中 在传递当中 那如果说你一个这个变数呢 你没有给予出值 一开始就没有给予出值的话呢 那 那user input呢 它就可以inject一些value进去 inject 我说 只要听到inject这个字 就是 不是好事 对 我说这个 我前面有看过 有各种不同injection 后面我还会再看多一些injection 当然有sequelinjection 就各种只要是 你可以放 你可以把datainject到 不同的字要 就是inject到HML里面 inject到这个 我们说以后要deb里面 到处都可以inject 那 只要 只要你的这个 你有这个能力 你就可以inject到 那inject越深入 那就越难被detect到 因为外面都是自串 外面都是自串 然后你inject什么东西 那你如果没有去做check的话呢 更不知道 那个自串里面是什么 所以 那 那这个跟我们的superglobal 是有一些关系的 那我们看 所有的superglobal 我们刚才前面看到 superglobal呢 这些register variable 那它是registerglobal 那它是 就是单一的变数 那其实我们上次也有谈过了 那其实这些 里面可以变成一个阵列 那这些阵列呢 这里面的变数呢 它是 就是avariable 而这一个 你在后端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它直接拿 这个变数的名称来做 就是说 这variable name 这个可以直接拿来用 就是这个 你post某一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就可以 而且它只是一个 是一个阵列 可以直接拿来用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在client单会 有很多的 很多的输入 很多栏位 输入很多东西 所以它这个 它是成一个变数 然后是一个阵列 可以来 post的阵列 cookie也是个阵列 来用 上次的例子里面都有 那 那这边的这个例子就是说 有没有验证的 所发生的问题 那这个在传统的 web的书里面 大概都有 都有这个例子 那 最常用的状况是什么 最常用的状况是 你的网页 我每一个hp的request 都是单独的 一个request 过去一个response 回来 那 那我可以让你进这个网页 那我可以让你进下一个网页呢 你下面 你下面那个 网页的通常是不可以 所以 所以一个session里面 你进了这个网页 然后 你后面那个网页 如果你没有做check的话呢 那